水滾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下雞翼尖 雞翼、雞腳都是基本上這樣做的 現在就這樣煮一煮 煮回去煮起先 要不要撈起,立即浸冰 讓它的皮爽爽 沒有意思的 撈起,立即浸冰,又扔回去 爽完之後又灑淋 是沒有意義的 要爽爽是一間做好,馬上浸冰 浸完冰馬上拌 它的皮是會爽的 媽媽媽媽媽 有隻,是川式麻辣醬 好像Facebook的老朋友告訴我 這隻不錯,不錯 阿,買製作這隻,16.9 買回去做 媽媽媽只是買這隻雞翼生肉 去日本,十五份 好 好,我都選了 我幫你,餘家 你行嗎? 我幫你 這個這麼有趣 沒有料到 不用你放 我自己慢慢逐隻玩 糟糕 那不是那件事 用手撈好一個 你現在就是想這樣 我們有一隻是毛巾巨一包包的東西 你和我玩 多少錢 多少磅 多少磅 五百磅 這些可以了 我也要吃有激秀 哈哈 一磅十二 謝謝 我是月豬肚 大家好 剛剛也看到一些 急凍公司買這個 急凍雞翼尖 十二元磅 他說是日本雞翼尖 乘飛機來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是日本 這些急凍雞翼尖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吃車仔麵 醬油做了就很好吃 喂 要雞翼尖 要豬紅 要豬皮 蘿蔔 一個麵 以前十幾元 現在吃一碗車仔麵 沒有三五都要三十 真是貴 我今天想和大家做麻辣雞翼尖 其實麻辣雞翼尖 我做過很受歡迎的 有些人說很好吃 其實做這些 十二元 最緊要是快 靚正 方便 吃到的效果 所以你不用說 又薑 又蔥 又蒜 又什麼 不要這樣 雞翼 急凍的 買一磅就OK了 買這些麻辣醬 就行了 很多隻牌子 我上次的麻辣雞翼 不是這隻 今次我就用這隻 這隻 不是間間超市 有的 要去大的超市才有的 我吃過一次而已 都可以的 少酒 我今次就想它 不要太白白 所以我放一點老抽 它的味道的來源 就是這瓶麻辣醬 以及現在用鹽 拿去的味道 就入了一些鹹味 現在它已經解凍了 解凍了就用鹽拿去 這個步驟是很重要的 是用來拿去的雪味 菌啊 腥味啊 這些不知它放了多久 這樣拿去五分鐘 就不用直接用水浸 浸它沒有意思的 直接入鹹味 就比較實際些 什麼細菌 這樣拿 你的手都有損 都會拿 拿些菌出來 何況這些雞翼 這樣拿過就好些 拿去五分鐘 就可以沖洗了 雞翼拿著的時候 就做芫荽了 芫荽就切碎了 芫荽頭就切碎 芫荽頭就切碎 如果這些一粒一粒 就這樣就可以了 這些就是 撒在那些雞翼尖 讓它更漂亮 其實沒有都可以 雞翼尖已經用鹽拿了五分鐘 夠了 洗乾淨 本身這些雞翼尖 它們入鍋入很多 所以由早上賣到下午 所以可以選擇就好 十多元 十二元磅 有些就八元磅 都有的 這些比較漂亮 這些是白酸酸 現在我們煮少許水 要來浸這些雞翼尖 由於我們沒有用薑 又沒有用蔥 即是懶普通 我們要加些紹興酒 紹興酒 我們這次一磅 就加兩個湯匙紹興酒 再披一披它的雪味 因為很重要 如果你想著那個雞翼 本身好像我的麻辣雞翼 那麼白酸酸 也挺漂亮的 那就不用用老抽 要不然我們放老抽 雞翼會有深一點 老抽放一個湯匙 其實我是想著上一上色 因為有些人很喜歡顏色的問題 今次我也上一上色 老抽很上色 好 讓它滾一滾 馬上就可以放雞翼尖 下去浸 水滾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下雞翼尖 其實雞翼和雞翼 雞翼都是基本上這樣做的 現在就由它煲一下 先煲一下 先煲一下 先煮一下 要不要撈起 立即浸冰 讓它的皮爽 沒有意思的 撈起 立即浸冰 又扔下去 爽完之後 又灑淋 是沒有意義的 要去爽 是一間做好 馬上浸冰 浸完冰 馬上拌 它的皮爽會爽的 即是跟大家說 現在還不可以 所以要繼續開著大火 煮一下 先煮一下 有時雞翼尖 就很容易熟 但是雞翼 雞翼 雞翼 就不是了 如果你 用小火 讓它慢慢煮熟 不是容易熟 是要煮就聲 煎 煮快 煮熟 要煮好 不需要的 放入火 先煮熟 熱 soccer 要煮熟 煮熟 要煮熟 先煮熟 它煮熟 這就糟糕 你會知道 先煮 é 了 雞翼 十幾分鐘就可以了 煮熟 預備 煮熟 會不會煮熟 一下 Elham 雞翼 是不會的, 姐妹告訴你 現在開始的顏色轉轉 轉轉的, 有一點點深色 這樣滾起 就可以蓋上蓋子 最重要是滾起 不滾起, 現在小火沒意思 先蓋上蓋子 然後再小火 雞翼煎 就十分鐘 雞腳可以長一點, 其實雞腳也是十幾分鐘 十幾分鐘再跟大家說 將近已經浸了十分鐘 我們預備小冰 多些冰都不要緊 這個程序就是皮爽 無論是雞翼, 雞翼煎, 雞腳 都是用這個程序 混合一些凍滾水 其實沒什麼所謂 其實我的水是有水機的 我用什麼浪費凍滾水 害怕被人罵 預備定 馬上就去拿雞翼 十分鐘 十分鐘看看 其實十分鐘 雞翼煎來計 就應該熟了 告訴大家 記不記得我講過雞翼 小火慢浸入味 大火迫熟 所以現在我都要開開大火 開開大火 然後 現在這樣浸了入味 它什麼味 它沒有味 本身就是用鹽辣角 只是鹹味 還有一些酒味 待會兒拌那些麻辣的去種味 下了這個滷水 就黃黃的 就好一點 如果你不下滷水 就白的 其實沒所謂 這樣就逼熟了 你明白嗎 喂, 這樣就軟軟軟的 現在就去浸冰 就爽了 好, 拿過來 好了 非常簡單 隔一隔 它這些就不要了 OK 馬上 就和它浸冰 哇 唉 浸一下 OK 浸一下 再浸冰水 讓它爽 冰在底部 拿回冰上來 一冷 冷熱水 就好像浸這個白切雞 這個白切雞 就是這樣 浸它久一點 因為冰的皮 就爽了 皮 爽了 浸一下 浸一下 待會吹乾它 就可以拌 OK 浸冰已經浸了15分鐘 用手指摸一下 冰的 OK 好 好 其中的水 本身有咸用鹽辣的底味 今次我用麻辣麻辣醬 什麽牌子都可以 還有,你吃之前要試試麻辣醬 看看是否適合你的味道 如果你說不適合,就教到你自己適合 不要太多,我們都不是吃太多 放一個茶匙麻辣醬就行了 如果你們喜歡麻油的 就放些麻油進去 不過我們不放 如果你說怕很辣,放少許糖進去 是可以的 不過就不要加砂糖 因為加砂糖會惹風 沒有煮過不夠熱力的 最好就加糖水 不過我就不用加了 現在就拌勻 拌勻 其實很簡單 先加少許這個辣椒芫荽來 待會再加 加少許芫荽、辣椒 讓它靚靚的 讓它拌勻 待會再放在表面 這樣拌勻 其實味道就是 其實你知道的一件事 不要吃太濃烈 還有這些醬料 吃完就買了 十多元 你看幾多 一盒就要幾多 你也知道這些是夏天 舒服一下 多漂亮 已經很美味 什麼味道都可以加 你不夠辣的 就多加少許辣椒 油下去 辣到你飛起 OK 現在就已經OK了 我現在先排好它 先排在這盒碟上 好 排好再跟大家說 差不多排好了 都不錯 味道很濃 很有麻辣的感覺 現在流行吃麻辣了 你也知道 出去吃碗粉都麻辣到七彩的 但不要經常吃 久不久做一些凍食就可以了 OK了 做好了 我也是隨便排的 OK 現在在表面上 灑上一些 這些芫荽粒 OK的 多漂亮 OK了 然後灑上一些 紅的辣椒粒 漂亮的 OK 有芫荽就弄了一棵 多漂亮 這次 現在拍片了 很多時候都要講賣相 唉 不論到你說 以前什麼都不懂 現在就聰明了很多 這一個就是麻辣雞翼 其實怎麼做都可以的 可以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說 哇 很複雜很複雜 其實 唉 十二元的雞翼尖 我不是看不起它 但是整磅這樣 最緊要快手 幾個字我就要做好 如果玩兩天的 那我就不吃了 大哥 現在這樣最好就是 放進冰箱 冷藏一個小時 讓它再冰一冰的感覺 這樣就非常好吃了 那些年輕人 年輕人回來 又是呀 和你搶了 麻辣雞翼 最簡單的家庭做法 想要什麼味道 你就加下去吧 自己 希望大家都喜歡 這樣做的麻辣雞翼 快到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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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勉強不了要治癒